《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423章 驚雷解危 上次提到 詹維修復了伏波秀的幾十隻海怪 接著叫那群海怪來包圍我 我就嚇了一跳 當時我根本沒有解除驚雷頓 不知道詹維是怎樣可以看到我的 然後我看著地上 接著馬上明白了 原來在泥灘上佈滿自己的腳印 曲曲字字的延伸到我站著的位置 我最初還以為詹維是有些手段 可以見到驚雷頓之下隱身的人 結果發現詹維修運用了一些常識 他在伏波秀倒出魚皮轎的瞬間 就知道有人偷找伏波秀 因為當時他已經看到了腳印 這樣就知道有人是忍了身潛伏了 這樣才跳出那頂橋 方方張張地向牢牧之中跑過去 但他之後想了一下 還是放不下伏波秀的海怪 我聽魯哈姆說過 世界上最有錢的莫過於海族 但在海族中搜財路是最多的 發現一些有用的東西或金文珠寶 他就捨不得了 正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詹維想到伏波秀都死了 剩下那麼多海怪沒有主人 這樣也是浪費而已 所以他趕快回頭過來收編這些海怪 當然,一千多隻海怪 他都不可能全部收編 可以收編多少隻就多少隻 詹維和那些海怪 插上了家人的走海珊湖標 那那些海怪就會聽從他的指揮 然後他看到,在海灘上 我的腳印還在,便知道我沒有走 於是,上面用剛收回來的幾隻海怪包圍了我 詹維知道,伏波波秀的人 只會是我的人或寧錦大王 但他就知道,寧錦大王就不會經雷頓這樣的道門 在索歐礁上面,他之前見識了 我怎樣用經雷頓去偷偷偽慶舟 所以他猜測了,襲擊伏波秀的人肯定就是我 那幾隻海怪將我圍到水事不通 而在我的身邊,就只剩離歷在我的腳下 離歷雖然很勇猛,但我就不知道這種蟲怕不怕毒 在蟲書上有記載,離歷是山蟲來的 但卻沒有記載到離歷會和海怪打過 離歷這種蟲最渺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在地下走,但陸地上的東西就不能拆過 它避開上面的塊肉,一碰到那些生物 那些生物就會死,它最擅長的就是偷襲 但如果捐出地面,過來硬打硬的話 可以殺死幾隻海怪,這樣也很正常 但海怪一多,它可否應付到,這樣就很難說了 這些海怪會設一些手段導門 以我現在的見識來看,也不算特別厲害 關鍵就是,它們頭頂那三條毒針 在普通的海蜜中,最毒的磨過魚是光針 在蟲書中有寫,光針感淚 只要雷聲一響,光就會馬上將自己的針 向樹幹入面刺進去,根本就不需要人動手 幾聲雷聲之後,光針會越刺越深 直到中一棵樹木毒死 這東西,草木人畜都可以毒死 是舊社會的時候,海盜一定會有的東西 海盜綁壞人之後,會用那些稀色過毒性的光針 加入那些人的身體裡 當時那個人馬上就會暈倒,但就未至於死 而在海盜金盆洗手之後,他們用過兵器叫做聚鐵 帶到陸地上的話就很不吉利 當年,剪滅了著名的海盜蔡軒之後,收繳了他的兵人 接著鑄成了秦繪兩夫婦跪下的樣子 接著放在岸王廟門口 沒多久之後,被那些義憤田鷹的人全部打爛了 那些海盜洗手上岸之後,就是戶帶浮海生涯裡面的一種東西 那樣東西就是光針了,可以說是作為海盜生涯見證 有些海盜回鄉下種田之後,專門去種植煙草 接著發明了一種防止煙草串乾的辦法 就是用那些用了很久,沒什麼毒射的光針 對著煙草的勁擊一下 隔得太深的話,就可以把煙草毒死了 但如果隔得欠到好處,就可以防止煙草串乾,再到生不高 那可見那些光針的毒性有多厲害 那些海怪頭頂上那三條毒針當然就不是光針了 但一定比光針更加毒,因為光針只是普通海蜜 根本就不是怪,他們叫得海怪的話 這樣就可以知道被光針的毒性不知大多少倍了 我就有心抓著驚雷頓,從海怪包圍裡面跳出去 但又好怕不小心被那些海怪毒針撞到,白白摸一條命 這樣就唯有,如果一條打手紅針在地上四面掃 免得那些海怪撞得太近 這個時候如果可以打雷就好了 雖然海怪頭頂上的就不是光針 但水柱的毒針感應大概一樣 這東西在從書上有明確記載 給下來的光針感應到雷聲去刺木頭 那是因為這種毒針很害怕雷的,聽到雷聲之後就會找阿娟 所以只要打雷的話,這些海怪不用打自己就會走 這個也是傷感傷黑的辦法 我當時真的累得眼花光了,真心不想和這些海怪糾纏下去 打死海怪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好處,只不過是白白浪費氣力 但如果被海怪離一下的話,我就會一命烏夫,很不值的 但現在是早春時節,春雨很寶貴,輕易之間不可能打雷 但我又不懂那些球雨引來的法術,製造雷聲又談何容易呢? 有時之間我很無奈,唯有用那條打仗筋到處掃來掃去 我用打仗筋鎖了幾圈之後,那些海怪暫時就不敢衝過來 但這樣也不是路的,萬一因為我太累,疏忽了驚雷頓的口訣 然後現形的話,之圍馬上就會唱起膠仁迷哥,感我死硬了 我會不由自主地向著歌聲的方向走過去 向前踩一步,接著碰到毒針馬上就會死 原理,膠仁迷哥一定要看到才能感應到 這個也是在邪床中經常很講究的 眼中有物才能被感應,眼中無物就不能感應到 膠仁這個道門,跟當日在泡伏山上那些迷哥的海裸兵不一樣 一定要眼中看到對方才能夠迷到心 所以,之圍只是站在海灘上望著我 一旦發現我真的現形的話,他就會馬上唱歌 不是看我在有準備的時候可以和寧暗大王打成平手 之圍就戰鬥來來講,不足以和寧暗大王相比 但在我完全沒有準備的時候,之圍這個對手也很難搞 我就想過用腳下的尼力把之圍打死他 但我轉頭一想,我師父當年已經欠了別人家做一條命 如果我再殺了之圍的話,即是有些趕盡殺絕的意思 這樣就很不厚度 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我也不想用尼力去殺之圍 就是我很閉矮,暫時找不到辦法的時候 海邊飄了兩張棕櫚葉過來 居然是梁胡佬他們那群人 他們本來已經由北吉納十堂上岸了 但發現了我們絕大部分人全部離了柳樹溝 只剩下張書望,看完整輪壽的水泡泡 那個泡泡裡面的是樓長河 於是他們一直找過來 看到柳樹溝海邊起了龍毛 有許多海怪在這裡拙集 那就知道這邊動手了 於是他們很有興趣地過來觀展 但一直身處遠處,就不想走過來 這群人都上我這邊,但卻不意味著可以一起打架 梁胡佬只想和我對現龍角,這場戰事和他一些關係都沒有 見到那些海怪紛紛進海去逃亂,泥灘上只剩下幾十隻海怪和之圍一個人 梁胡佬他們就誤以為這場仗打完了,想過來海灘上收拾一下戰場,所以才埋岸 暗沙門的戰場是很值得去收拾的,有時會有很多意外驚喜 就像在橫山,之前在打塑紫橫山戰場的時候就把我把綠骨刀撿走了 我見到機不可失,這時候梁胡佬出現一定可以幫到手 如果他想要龍角,肯定要幫我幫我趕海怪 所以我對著梁胡佬大喊了一聲,小心那些膠人迷歌 我這句話一出口,因為暫時唸不到驚雷頓的口訣,我馬上就現形 但我說完再一個字後,馬上重新唸回驚雷頓口訣 接著碰起腳尖,輕輕向旁移了一步,儘量不要踩腳下的腳印 免得之為來偷襲我 我這聲大喊嚇了之為一跳,他根本沒有防備,我突然出現在海灘上 喊完這句話,我突然又消失了 這時候梁胡佬他們放棄了中女葉走上岸 他們出現一般都是明三暗四,擺明是三個人 但暗中有個花妖花戰春,在梁胡佬那個美人樽裏 但這次我就看不到梁胡佬的胸口裏有個美人樽 恐怕那個花妖不知道他做甚麼 只為一看到這群人上岸,而我又喊了一句這麼嚴重的說話 當然他忍不住誤會梁胡佬就是我的救兵了 這也是我的最終目的,我等梁胡佬他們同時說他們打起來 這樣才方便現身說話 因為我說話的話,一定唸不到驚雷頓口訣 一旦我暴露自己,肯定就會被交人迷哥迷著我 梁胡佬他們三個,一看到我突然出現在海灘上起出望外 終於找到這個欠債的黃德綠了 但我突然又消失了,還跟他們說了一句這麼奇怪的說話 令他們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梁胡佬跟著大聲喊 黃德綠啊!你要搞甚麼呀? 梁胡佬幻音剛落,只為知道自己細丹力薄了 他想著先下手為強,果然馬上唱起了交人迷哥 旋律還有那個旋律,但迷哥的歌詞即興作出來 見到甚麼就唱甚麼 現在梁胡佬唱的是,黃德綠,拿條命過來呀! 我因為還在用驚雷頓的道門,所以就沒有被那些迷哥迷著 但梁胡佬、袁真和李小鎮 他們三個馬上變得目光呆仔,身體僵硬 開始迷迷糊地向著梁胡佬身邊走過去 梁胡佬雖然沒有殺招,但聽著梁胡佬的人 一旦走到去唱梁胡佬的人的阻緊 唱梁胡佬的人隨便都伸過去,那些人就會沒命 因為被迷著的人是不會還手的,也會沒有自我意識 我見到這樣的情景,心想糟了 梁胡佬有些千奇八卦的手段 但見到老交人一樣會被迷著了 這樣看來是因為他的對敵經驗比我更少,多不多在江湖裡打架的 以他的妖術劑來看,不是他不想打架,是因為打不起 他要換那些東西,就不可以說是價值連成 但我可以說是很少見的,可以找到一份妖術劑就很不容易 而他那兩個兄弟好像沒什麼本事,三個人一起被迷著了 而我雖然沒有被迷著了,但還是跳不出海掛的包圍圈 一時之間很猛狀,心想,實在不行的話 我就叫梨力將周圍殺死他了,一了百了 今次我就不是因為是屍屍份,而是為了救人 周圍一拿不到的話,我就會將他殺死了 當下我拿定主意,在等周圍下手,給我一個殺他的理由 但李小站走到半個小時,突然停下來,停下來就不動了 剛才他的眼神就很呆滴,停下來之後 他的眼睛就動都不動,好像死了一樣 接著那幾秒之後,迷哥突然停下來 而周圍的眼睛都變得動都不動,就像整個死人一樣 接著梁胡佬和袁珍這個時候清醒了,袁珍大聲喊 哎呀,真是很厲害的迷哥啊 梁胡佬對著海怪的包圍圈大聲說 黃德佬,你是不是想賴帳啊? 我伸著迷哥停下來的時候,馬上現身就說 你見不到我被包圍了嗎?你會不會引雷的? 幫我引幾個雷過來吧,我這樣才可以出去幫你鋸龍角的 說完之後,我繼續用起驚雷頓口訣,免之為隨時醒 後來跟他們聊天才知道,原來李小散懂得驅雲術的 他的雲靈可以出竅,接著把人家的雲柏捉出來,拼命打他 之為這個時候目光呆滯,而且停止唱迷哥 是因為他的雲柏被李小散捉出來,在被人家打著 梁胡佬一聽到說要引雷,接著說了一聲 哎呀,真麻煩,換個龍角回來而已,這麼難 說完之後,他在自己的布囊裡,拿了一堆妖術劑出來 向著半空之中灑過去了 果然在我頭頂上聚集了一片小黑雲,即時驚雷滾滾 後到那幾十隻海怪,紛紛向海邊走過去了 我這樣才完全收拾驚雷頓 剛才走過去跟梁胡佬說話 就在這個時候,婦雷很慌張地在龍毛子中捐出來 一見到,我跟梁胡佬他們站在海灘上面 接著馬上大聲喊 黃德祿呀,你在做什麼呀?快點跟我走 林毋禪柳向晚和那個花戰春打起來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的收聽 詞句叫掌撞